生病的主因 虽然贪求心会让我们身心失去平衡 导致身体处在一个亚健康状态 但还不至于那么严重 产生病苦最主要的原因 是因为我们伤害其他人 伤害了众生 其实当一个人开始起称心 生气的时候就已经在伤害众生 比方说你对一个人生气 那他对你也生气 两个人就互相生气 这就是互相伤害了 所以当你生气的时候 事实上就是在伤害对方 也在伤害自己 这个是我们生病的主要原因 包括杀生 我们杀害一个生命 断了他的命 那他肯定会对我们起称恨心 不管这个生命是人还是动物都一样 大家不要以为杀动物没关系 杀动物都有业 当然我们杀个普通的动物 可能夜暴来得没那么快 因为他的福报没你大 但是你要是杀了个成精的动物 那就麻烦了 为什么有些人突然死亡 可能就是因为到餐馆里面 点菜的时候 点了一条鱼 或者是一个甲鱼 乌龟 它是成了精的 那你吃着它 马上就饿报现前 甚至会死 这些修炼成精的动物 你吃着它 它肯定要报复你 很多人吃完饭 回家路上就出车祸了 死了的 很多时候 就是因为吃错了东西 为什么现在 名人的死亡率很高呢 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是他们乱吃东西 有钱嘛 天天请客 现在的社会大家都知道 只要有钱 什么样的东西都有卖 都可以吃 这是很可怕的 或者你杀老鼠 万一杀了个老鼠精 那这个老鼠 肯定缠在你身上 让你苦不堪言 不弄死你 它是不会干修的 还有的人吃蛇 万一把蛇精吃了 那真完了 大家都看过白蛇传 那你如果把白蛇给吃了 那不就麻烦大了 动物里面 有很多修炼成精的 人也有修炼的 但是人修炼 不叫成精 那叫成仙 这些一般人 是不相信 但不信 不等于没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